检查产品生产线,组装车间,进行产品测试 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要求严苛,精益求精 从小看着父亲将零部件做成成品 耳濡目染下,也让台湾青年杨伯红养成了爱钻研的习惯 自2015年到广东惠州接棒家族产业后 杨伯红不断开拓新产品,发展新业务 我们小时候是看他拿着一块保利笼 然后削削削,削多少料下来 再把那个手板样做出来 可能再去电脑上面再把那个图画出来 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发展到 我们现在可能有上百个产品这样 可能从小看到大,所以对这个去研究也好 还是说去开发也好,我们都蛮有兴趣的 这是一条婴童安全座椅的组装线 他的安全性特别好 有一些客户他甚至说反馈说 他出了车祸,他小孩一点伤都没有 这家以生产婴儿用品为主的公司 于2012年在惠州市惠阳区正式投产 目前其产品已经远销欧美、中东、非洲、东亚等多个地区 杨伯红说道 这里离港口很近 且周围的供应链非常齐全 是父亲当初考虑在惠州建厂的原因 基本上只要在50公里的范围内 你要找任何东西你都找得到 不具现在说我们这个行业,任何行业都一样 在惠州建厂之前我们其实在中山我们也有建厂 然后在东莞也有建厂 所以我从我幼儿园我就进到中山 寒暑假我们就是跑到大陆这边来玩 从小到大 所以很多人就问说你过来习不习惯怎么样 我说我没有适应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都会过来 杨伯红介绍 大学毕业后他在台湾一家汽车企业工作历年多年 2015年到惠州帮助父亲管理工厂时 曾因理念不同面临一些挑战 但在他的耐心沟通下实现了将数字化运用到生产管理中 有效减少了产品的不良率 刚开始一定会有一些挑战 在跟公司里面的一些老干部也好 甚至跟我父亲也会有理念不同的地方 但是说只要说花时间去解释 花时间去沟通 我觉得人跟人只要有沟通有协调 那一定可以找出一个最好的答案 以前甚至我们生产产品的时候 甚至连我们产品最基本的不良统计都没有 可是应公司我们就会要求说不良统计是多少 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会一样一样的去追踪 尽量的用多一点的数字去把各方面去提升 阿根大陆八年 杨伯红在历练中收获成长 他希望未来将公司规模越做越大 开发更好的应用而产品 拓展大陆内销市场 学到最多的应该就是怎么把大家拉在一起 然后怎么朝同一个目标 设定目标 然后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开发一个产品可能都要一年到两年不得 那今年我们也是有做出一些努力 那也有相对的回报 我们今年拿到的新的案子可能就比去年拿到的更多 我们会继续扎根惠州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把规模越做越大 杨伯红看来 惠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 同时营商环境也相当不错 对于想要到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 杨伯红建议 可以通过大陆不同的台商协会 咨询相关政策 两岸人民多沟通交流 可以共创美好的未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不了解 那你就自己就会有一些预设立场 可是你过来看你过来了解 那很多的一些成见还是什么 你就不见了 甚至说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去学习的 我们可以互相合作互相互补 共创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未来 多沟通多交流 这个都是对我们两岸人民最好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